同學們快就好 老師即將抵達戰場 哈囉各位 歡迎來到林老師的 賢牛教室 那 這個禮拜的會考終於結束啦 恭喜各位 但是呢 還是有一些同學要參加 第二次的會考 所以呢 老師今天呢 特別幫各位 把會考的答案 關於地理的部分 一次整理給你 那 首先第一部分 我先公佈 地理的答案的部分喔 來 1到4 等一下 先公佈答案之前 你昨天有拍了一部片 你然後寫成那個 其他的 對我不小心寫成那個 新冊中心的 4 那個叫做 參考版 題本 那這個參考題本其實 跟正式題本寫起來我覺得 相像度 頗高了 然後也都是 所謂的素揚導向的題目 但是 會考的題目 再稍微難一點 然後更有趣一點 然後等一下 有機會的話可以跟各位探討幾題喔 好 那 也先跟各位說個抱歉喔 就是昨天你可能很期待說 哇馬上有答案喔 不好意思喔 因為不到10分鐘就有100個人看了 喔這速度真的很快 想見大家應該是 非常的著急 想知道 答案喔 再跟大家說一次 對不起 好來 那我就先公佈答案喔 首先1到4題是屬於地理題喔 CBCA 然後接著跳到14到18題 C租 CBC 接下來跳到26到29題 B租租租 好接著都是零星的散題喔 36題是租 38題是C 然後44一租B 43題A 46到48是題組 AAB 然後53題也是題組 然後呢 他結合了三個科 地理科的部分是B 好那以上呢是關於地理科的 考題答案喔 那你可以也可以呢 參考你自己 這個網路上找得到的 題本 然後呢 對一下自己寫的對不對 然後老師呢也有幫你整理喔 在底下的 著名欄那裡喔 好啦 接著第2個部分呢 我跟各位探究一下喔 到底哪些題目是 比較簡單的喔 這次的題目喔 基本上是按照 前面的程度相對比較簡單 然後寫到後面就越來越 困難 然後甚至中等的題目拿到困難喔 所以 他的排序呢是適中的部分喔 那前面四題呢都是簡單的喔 一到四三一度是簡單喔 那我就直接跳過了喔 那接著 因為他們的第一老師也會做檢討 對對對 不需要再聽第二遍 對不需要再聽第二遍了喔 我就講 比較有趣的 題目啊 來第17題喔 我呢 在當時要考的時候 我還跟學生介紹說 茶葉 然後剛好有一部電影叫 ㄟ 銀雞嘛 茶雞嘛 對不對 那個師母欠各位的影片來美拍喔 那 這個 這一題呢 就剛好講到這個茶商啊 那這一題的答案其實很有趣喔 為什麼應該蠻多人被騙 我覺得應該是蠻多人被騙 為什麼呢 他 裡面是講到說提高 自有茶葉的 產量 那他 主要是要和 越南啊 斯里蘭卡的地區做 低價茶做一個競爭喔 然後他採用哪些技術 例如說 這個農業機具的栽培 無人機巡視喔 所以 主要目的是要降低勞力嘛 其實 在茶經裡面有講 是不是需要很多人 對 需要很多人喔 所以你只要能夠降低勞力 成本那你的總成本的比例相對的就會 下降那你就會更有競爭力喔 並不是C選項喔 如果是提升茶葉品質 提高單位價格的話 就不對了 為什麼 因為他從頭到尾都沒有講到 要提升茶葉的品質喔 好所以這一題呢 我覺得應該會有人被騙 所以我 我在試題難度當中打中 好 那接下來比較有趣的題目 還有 比較新的是27題 27題呢 他有一個圖表 然後 講到這個 俄羅斯啊 跟中國的一個合作 然後說出口貨物不用經過大連港 好 那這一題主要要考什麼 考這個 濃化效應之後 造成東北航道 也就是現在最新的名詞 冰上 濕入 其實人類真的很惡劣 被騎海 熔冰以後 然後結果 把它變成一個 商 經商的道路 然後其實那些動物都很可憐 但是呢 熔冰過後 其實不只是 壞處啊 有好處 好處就是 航程變短 所以這一題也相對的考出來 好 最後最後再講一題就好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38題 38題呢 講到這個硬幣啊 硬幣當中呢 他出了這個硬幣是說 這個有14種原住民語喔 硬幣的後面 很有趣啊 然後他問說 可能是由哪一國發行的 那你一看之下 哇系啊 我沒看過啊 怎麼辦啊 其實很簡單喔 他裡面還告訴你說 有南半球 他這個地方是南半球 所以 選項當中 A跟豬直接去掉了 A是印度嘛 豬是菲律賓 他們在北半球 所以是 秘魯和澳洲 然後又有講說 這裡有英國女王 英國女王代表說 殖民地過去是英國的殖民地喔 所以秘魯也 登登 拜拜喔 那秘魯是哪裡呢 秘魯是 西班牙的殖民地喔 好 最後最後 題組 我今天一定要講這個題組 因為我 我要問師母 為什麼 這一題裡面呢 他考了一個 很有趣的東西 這個東西呢 是一個圖啊 然後他說 這個台灣和地形有關的地名 這是 第六冊裡面新加入的齁 也跟 素陽導向有關 然後他考了一個字 一個圖 左邊一個圖 然後再一個 乾淨的乾 這個字怎麼唸 起 不對 不然是什麼 錢 錢 錢 唸一次 錢 錢 那 這個錢的意思代表說什麼 錢呢 其實在地理意思代表說 在這附近的意思 在附近啦 在附近啦 以閩南語講就是 在附近啦 在什麼什麼的附近 那 這個提示你就很明顯啊 既然 又 閩南語講 就代表說 喔 他呢 是閩南 閩南族群的地名嘛 那接著就接著 可以一起 解下來 47題呢 你就看地圖上面呢 有這個 稻田的製作 48題 很有趣 你從地圖當中呢 可以看到有一灘的 水 水體在那裡喔 那 水體在那裡 然後在內陸裡面呢 這個應該是 痰 那剛剛講的喔 那個字念錢嘛 他問說 A是海錢 B是彈錢 啊到底是哪一個 答案是彈啦 所以 答案選 B啊 所以我覺得這一題 超級有趣 但是 對於學生來講 你在考試的當下 應該是 一點都不有趣啦 你會覺得很痛苦啦 好 那以上呢 是老師對這些 題目的 小小分析喔 今天的 講解就到這邊結束啦 就各位 等一下 老師 問一下喔 這是 因為確診的 那個學生很多嘛 所以你覺得 這份考卷 對還沒考試的學生有幫助嗎 我覺得很有幫助耶 為什麼 因為啊 這份考卷可以看出說 因為各位都是 108課剛下 第一屆 就是 第一屆嗎 對是第一屆 首份考卷喔 就是 關於素揚導向的題目 我真的覺得這個 這個考卷很有趣 為什麼 因為 講一句比較直接 就算你 沒有 把課本念得很熟 但是你用 你用你的能力 然後下去推理 如果你邏輯能力很強 然後很像偵探一樣 能夠找出一些線索 的話 這份考卷對你來說 應該是 超級簡單的啦 哈哈 就跟柯南一樣 你能夠找出一些關鍵字啊 我覺得 這個是未來學生要培養的能力喔 然後也可以當作 下一次的指標 所以 老師寫的考卷呢 檢討的要好好的看喔 好不好 那 也恭喜喔 第一次 已經考完的同學 你們 解脫啦 那第二次的同學 再忍耐一下下喔 他們有確定的時間了嗎 我記得是 6月4號 還是6月3號 我要看一下日期 可以嗎 喔 反正就是6月多 對對對 就是6月多 應該是6月4號啦 應該是6月4號 好啦 加油啦 對 要加油 然後這份考卷呢 可以當作一個參考 你可以大概知道說 喔 所謂的素養導向 所謂他怎麼出題喔 都可以從這份考卷當中 看到影子喔 那我 昨天傳的那一份 其實你也可以 昨天沒有了 對對 但是他們可以 對 但是他們可以去下載來寫看看 那你要告訴他們去哪裡下載 喔 可以去台斯大的新冊中心裡面就可以下載 其實這兩份題目都 蠻有趣的 蠻有趣的喔 所以總共就是 如果你可以讓那個 家裡的孩子寫的話 今天就是寫參考題本 我們昨天拍的那一部 但是雖然已經隱藏起來了 但是 那個參考題本跟今天的會考題目 看起來是對學生有幫助 對孩子有幫助 對對對 所以呢 也希望各位能夠 從這些題目當中呢 找到 大概知道你未來 幾個禮拜過後的解題線索喔 好不好 據專家講說這一次的題目算是難啦 難 嗯 就是 他的 他裡面的描述文章的描述真的超級多 而且有些題目我還在解析當中有講說 這根本是考數學 或是根本是考國文 喔真的嗎 那大家一定要去一下 一定要去那個資訊欄 然後下 那邊 把它載下來 齁載下來 然後 你可以先寫看看 寫完之後 再跟老師對一下答案 然後 連結說 老師 裡面講的解析跟我想的有沒有一樣喔 那會考的答案呢 是 如果有更改的話 以更改的為主 對對 如果有更改的話 以更改的為主 好嗎 那這部影片呢 目前時間是 5月21 22 5月22號 那我們目前用的答案是 5月22號的答案 那如果有更改答案的話 我會盡力放在資訊欄 或是 資訊應該是放在資訊欄啦 然後供大家去看 這樣子 那大家因為 因為是會考生 那他們一定會有 會有一定的 就是去搜尋的能力 對 相信各位是有的 好不好 那就先這樣子囉 好 掰掰 掰掰